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把培育国货作为促消费的重要抓手之一 近年来 郭朝风席卷海内外消费市场 国风装造 创意写真 预约火爆 中式婚礼更是玩出新花样 古朴的亭台楼阁 华丽壮阔的中国风灯彩 在上海御园 身着国风服饰拍摄一组写真 成为今年的新潮流 记者走进一家国风写真馆看到 各色古风服饰琳琅满目 不少人到店拍摄写真 中国的服饰当然是好看 这些刺绣都秀得特别好 然后颜色也特别喜现 造型也是特别的漂亮 所以就是在镜头里面表现特别好 最近比较火的就是这个糖制的会比较火一点 它穿起来会比较鲜 还有就是这个明制的 它其实这种保款比较适合夏天 然后明制的话我们也会有冬款 其实这种会比较有新年氛围 订单量过去一个月 我们大概有100多单吧 奥勇麻衣是一位在日本生活的中日混血儿 这次跟妈妈回中国探亲 她特地要来拍一套中国风的写真 在婚庆市场 今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国风婚礼 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婚礼仪式和流程当中 记者走访上海的婚庆公司发现 中国风婚礼的占比明显提升 中式婚礼的话 它更加侧重的是一些就是图案图腾以及一些中式元素这样的体系 花纹就是桃花或者玉兰花这种 还有一些比如喜鹊锦礼这样的元素 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仪式的步骤 会有出现这种婚书啊 国风写真走红也带动了国潮饰品的热销 项链 胸针 发簪里融入国风元素 别出心裁的设计彰显了东方美学 在浙江义乌 国内外采购商分支踏来采购国潮饰品 激发了年轻人的创业热情 在浙江义乌的几家国潮饰品店 记者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 他们正在为自己的店铺挑选品质好 造型独特的饰品 采购商王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店里一款刀马蛋胸针 一天就能卖出两百多件 大概每个月都会来一次 有的时候忘记一个月来两次 就国风起来以后那时候生意就挺好的 然后年后又会有春款 所以说马上就过来了 现在的怎么说走货量和采购量都大 店铺负责人告诉记者 以往国风饰品主要受到汉服爱好者青睐 但随着国潮风靡消费领域 许多人穿休闲装西装等 也十分喜欢佩戴国风胸针项链等饰品 来彰显个性 像今年春晚上也很多表演的嘉宾 他们也穿了这种旗袍 还有一些国风的这些衣服 所以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这种风格 现在是比较受欢迎的 全国各地的采购商 包括最近的这个国外的友商也比较多过来 看下我手上这一款 它是国风系列的 今年的那种流行元素 这个发展带出来好看的 这个的话今天给你们福利价格 直接50宝美 国潮引领消费时尚 也给一些人带来了就业创业的机会 在一屋 不少电商主播几小时就能卖出上万单国风饰品 也有一些人凭借自己做饰品的手艺招收学徒 再将成品售卖 带动更多年轻人一起创业 将爱好变成了事业 它是用很细很细的蚕丝线 一点一点这样烙起来 这一小个花瓣 可能就烙了五六百次 一会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像现在这种古风市集 还有这种地摊经济 特别的盛行 那我带领着我们团队的一些小伙伴 一起做蚕花龙花 那还可以对我们自己进行一个经济的收益